请他们向大家介绍进博会的有关情况 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154个国家、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 已有超过3400家参展商和39.4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全面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百余名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全球总部高管 已确认来华参加进博会 规模创新高 已有69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 确认将参加国家展 其中11国首次参展 34国首次线下参展 展览面积约36.7万平方米 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达289家 均超过之前历届水平 中国管增值2500平方米 规模为历届之最 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主题 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十周年成就展 重点展示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 维持比较高调 精策整齐 维持比较高调 类水平面积多 百分之十 通过 一道 一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